大家好,我是文瑞,今天在X平台上看到自由亚洲的一个消息 他这个消息这么说的,我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8月29号,加藤圣志在日经的专栏文章分析 分析什么内容呢,大家好好听一听 说新华社7月15号在三中全会前发表改革加习近平 后迅速撤回,说明中共老一辈仍忠于邓小平而非习近平 文章指出新华社的评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即这对父子而非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然后说凭借的是父母在南方的工作和儿子在安徽的笔记 这引发了党内,特别是党内退休老干部和红二代们的海啸般强烈反对 就这么一个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 大家可能还记得不,改革加习近平那个文章被撤回这个事情 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然后咱们看他这里面是怎么说的 然后咱不再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他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文章本身就引起了中共党内的退休老干部和红二代们的海啸般强烈的反对 然后这些人他们就认为这篇文章不符合官方历史 许多党内人士借此机会发泄对中国严重经济形势的积怨 然后最终的事态难以控制 习近平别无选择下令相关部门彻底撤回这篇文章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家觉得你这个文章写的好像就是改革开放 主要就是习近平和他的这个爸爸一起来弄的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了 反正是形成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弹 但这么说吧 可能有一些人不太赞同 可能有些人会反对 也就是咱们在这个慢慢分析 然后他就说 此事表明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并非稳固 党内对其政策和历史叙述的质疑仍然存在 文章称 在混乱中一个确定的事实已经浮现 那就是新华社评论的消失 这个就是确实确实实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就这些天发生了这么多事 各种各样的消息 各种各样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谣言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消息我觉得是最确实的 而且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这个文章被删除了 然后说中国的政治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局势正在发展中 更不确定的是这一事件是否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引发另一场幕后争动 这就是日经加藤圣志在日经的专栏文章的分析 当然他还有些其他内容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大 这个事情真的是 然后后来网络里面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习近平让把这个文章拿下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解释的原因是习近平觉得这个文章里面 好像说邓小平才是这个真正的改革家 习近平只是跟着他来走 有这样的一种嫌疑 所以说让这个就是说中宣部部长李舒磊 把这个文章给拿下去了 后来全部都撤下去 我一直对这个说法吧 表示这个怀疑质疑 因为什么呢 以前我也讲过了 你说你改革家习近平这个文章被彻底下架的话 那又不是意味着习近平不是改革家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对不对 而且就算是他里面有高级黑的这个成分 对吧 你在就是三成全会这段时间 这么敏感的时期 把这么重要的特稿新华社特稿拿下去 这个对于习近平打击和冲击会非常大的 下面的很多人就会怀疑怎么回事 习近平怎么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他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 以前高级黑的习近平 高级黑习近平的文章多 他为啥要评论拿下这一篇呢 就那么放着可能还没有人去怎么看 就那么过去了 反而你把这个文章彻底下架 他会引起很大的这种 这个大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猜想 所以说我觉得他今天啊 这个家腾圣志 他在日经的这个专栏分析文章 我觉得说的这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有人说了 他怎么知道啊 对吧 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啊 那当然这有 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当然既然人家报纸这么说了嘛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来这个评论一下的 对不对 这个事情他能解释后面发生的这个很多很多事情 一直这段时间以来吧 我强调一个点 就是这段时间很多人在专注习近平的这个身体问题 当然对于习近平的身体健康问题呢 我也简单看了一看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习近平的身体健康怎么样 对吧 我一直也没有 其实没有怎么太说 我一直强调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制约 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然后习近平在不断的在反扑 不断的在体制内搞权动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说 再把话说回来 这个文章被下架 被全网下架 它就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事情 发生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是习近平被动 对吧 因为产生了海啸般强烈式的反对嘛 这个文章说 那这个对于习近平冲击非常大 后面也可以理解 当时我们看到像李强啊 完全不提这个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这个是事实啊 然后李强16号出来的时候 那天还说什么呢 党中央精神 对吧 没说习近平什么精神 党中央精神 这些事情都让人感觉到很奇怪 包括王小红为什么没有提这个 两次会议 为什么没有提习近平等等 这些事情吧 他你看起来 他都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整体上呢 就是习近平现在的开始 必须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清洗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住他的权利 最近我们也都看到了 确实好像有一些消息 但这些消息也没有确实 就是有一些军队的高层将领被拿下 今天我也看到了 因为这消息没有确实 我现在就不说了 反正这个消息在网络里面都在传 包括一些其他的官员 包括一些经济领域的官员也在被拿下 也就是说 是不是整体的场景就这样 习近平的权力确确实实受到了某种限制 但是习近平呢 开始大规模的反弹 开始大规模的权斗 然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然后他现在又可以这样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吧 整体上就整个体制那样 从上到下 包括习近平身边的人 对习近平都有很大的这种不满 随时都有倒戈的可能 对吧 随时有可能翻脸不认人 对不对 这就不用多说了 像什么青刚啊 李尚福啊 什么威风和 这大家就自己去想 包括这个张右侠 现在也是 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是 对吧 包括这次为啥 他单独见这个沙利文 到底是咋个事啊 军委主席见了就完了 外军委副主席还见 为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吧 咱们都得再看 那么这些人吧 其实都在反对你 那你说你怎么清理啊 到最后 对吧 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稳固的 基本盘 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 还相对稳定 经济局势呢 也相对稳定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你的反对势力 给他们这个打压下去 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是算比较稳定的 但是其实你整个这个基础 就是不稳定的 对吧 经济 现在就是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差 对吧 杂国卖铁现在都出来了 我就觉得这杂国卖铁 是一种这个软性的政变 对不对 杂国卖铁都在全国喊起来 你会是什么情况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整个国外的这个 就是外交的这个状况 对吧 普京如果彻底失败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事情呢 看起来是一个 大概率会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包括体制内 对吧 我就说习近平的基本盘 现在都已经不稳了 习近平身边的人 可能反而对习近平 更有这个意见 因为习近平做法 让他们已经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暂时通过权斗 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 但是呢 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形势 是不断混乱的 不断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局势 那么这个大的局势 在不断震荡过程当中 你很难获得的 很难才获得的那点 所谓的权力的稳定 马上又要进入到一个震荡的 一个情况当中 这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 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总之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呢 进入到了一个多势之秋 特别是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呢 出于了一种完全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咱们一起来这个慢慢看 后面的这个过程啊 整体的这一集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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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